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港股獨潮水,皆因有匯豐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137點 收報24458點 成交活躍有1304億 今天港股繼續偏遠 自7月初以來,一浪低於一浪走勢 如果我們按照今天的題目 港股偏遠,全欣匯豐 又不錯得了,但當然也不是全部複雜 但無論如何,匯豐今天拖低港股 是無可爭議的 匯豐今天跌至最低,穿過33元 惡如淚的低位 都可以說是挺悲傷的 恆好,有其他的股份做好 所以才弄到港股 今天跌幅沒有那麼大 我們逐樣逐樣來講 先看恆生指數 恆子自7月初 這一日7月7日 最高見過26782點 當時很多人唱好了 結果還不斷反覆下跌 反覆下跌到這裡 今天最低見過24,251 差不多去到24,100 即是6月23、6月29 這些水平 如果能守得到 有機會再上市那條下降軌 這條下降軌都頂了一個月 還差一個星期就一個月 三個星期有多 下面的支持是23、6、8、5 這個比241更加重要 港股最近兩極化 很淡真詞 傳統本地股也好 匯豐那些舊的籃籌股 舊經濟股就表現很差 但是新經濟股就表現得很好 所以就形成兩極化 整體來看都是一路偏遠格局 但是內地、美國那些 就沒什麼事的 大家知道內地股市 今天都升得挺好的 內地今天 7月的財新中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 錄得52.8% 較6月提高了1.6% 是2011年2月以來 九年半最高 雖然內地有水災 又說成這樣 好像都沒有太大影響 根據數據這樣說 總之 現在公佈的財新製造業 PMI 反映中小企 去到52.8% 是九年半最高 即是挺好的 內地股市 今天就升幅挺厲害 上證指數 今天升1.75% 這個小商底 暫時未破頸線 但都很接近 這個頸線就是3981 你當它是3982 少數點計 445入 3982 所謂3382 3382 差很少 升穿 因為今天收3368 如果445入 但是 深圳 成份股指數 已經升穿了 今天升2.4% 小商底 破了頸線上去 更厲害的是 深圳創業板指數 今天升2.6% 剛才升2.4% 創業板升2.6% 整支站在小商底頸線之上 走勢很理想 反映就是內地的資金 繼續看好股市 成交互約 因為數據好 內地做得好 但是港股繼續自己不行 說回這個題目 就是因為匯豐 匯豐今天 最低見過32.9毫半 真是悲傷 拖累港股 為什麼這麼差 因為他午後公佈了業績 其實之前 上午都不是這麼理想 走勢都預算差 不過結果出來 業績較預期更差 中期列漲基準 稅前盈利是43.18億美元 按年跌了65% 順於預期 集團又預期 2020年的信貸損失 準備可能高達80億至130億美元 即信貸撥備 已經達到80億至130億美元 萬一這些數目 全部反映在盈利上高 即全年都可能沒有盈利 因為你想想想 上半年 稅前基準盈利是43億多 全年大約90億美元 如果他真的撥備 去到80至130億 中位數都超過90億 即是說 如果真的撥備了 沒有了 全年沒有盈利 所以難怪今天 撥一下就跌穿了 曾經最低33元 即是當年 惡如淚的低位 無論如何 匯豐現在弱了 其實勢頭轉了 不是今天的事 今天再說 當然是很遲的事 但事實也要告訴大家 這些舊經濟股 暫時沒有運閒 一定要換到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已經升得很高 沒辦法 短期新經濟股 可能繼續都是獨領風騷 你說我是價值投資 繼續保持持有這些 究竟制股好嗎 你要想價值投資 都不是說 差的時候來投資 那隻股份 他也是要等他 應該是有價值 現在他不是有價值 因為他根本 大家正面對最惡劣的環境 我已經持有了 持有了 繼續持有 那沒有辦法 因為我都明白 你已經持有了 不捨得沽的話 如果這一刻都不捨得沽 那沒有辦法 繼續 希望等反彈才沽 繼續 但我另外一個建議 你可以考慮 全部沽了 就很痛 部分轉 比如說 先轉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由匯豐轉去 譬如新經濟股 譚信 阿里巴巴 你轉四分之一 而那邊有獲利 這邊 你損失 你會看到 那邊有得賺 這裡要輸 你就會慢慢克服了心理障礙 就可以一路轉 你先轉四分之一 收到三分之一 接著再轉一半 到三分之二 再轉 一路分階段 那邊有獲利 然後這邊 就可以減痛 這樣整個過程 就比較容易去克服 希望等這個方法可以幫得到你 整體時 匯豐不行 新經濟股不行 騰訊 扯高位 騰訊不算升得多 今天升1%左右 但都可以升 起碼不是一直滑下去的慘況 今天升得多 是反彈得多的美團 因為上天跌得比較多 今天上來200元 收到2806元 升4.5% ATMX固然這堆就很好 今天 其實恆辛科技股指數 就是上星期一推出 過了一個星期 今天科技股指數 都是錄得升幅 今天收報7292 升137點 升1.9% 恆辛指數今天跌 剛剛好 又跌了137點 科技股指數 跌0.6% 科技股指數就升137點 但又升1.9% 你就知道資金如何流發 所以都是應該由舊經濟 逐步換馬去一些新經濟 貴是一個問題 明白的 所以不要說一下子 都扔下去 萬一它又大跌 那你就很傷 所以考慮一下剛才說的方法 逐步 逐步 轉過去 當你嘗到甜頭 你就會明白 新經濟股 好過舊經濟股那些 那舊經濟股 有時它一旦就很好 譬如說疫情過去 明白 那些就是什麼 譬如說本地的零售相關 地產相關 可能疫情過去會有反彈 那些人現在去受盡